7月21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2020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 会上 人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颖介绍 2020年二季度 中国劳动市场需求实现由负转正 上半年整体就业走势前低后稳 一季度就业开局低迷 二季度随着复工复产稳步推进 稳就业举措全面落地 劳动力市场需求升温 就业局势逐步回稳 一至六月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64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3% 六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7% 二季度随着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84% 市场需求一改疫情初期的急剧下滑 实现由负转正 并正延续回升态势 张莹同时指出 当前就业工作面临的挑战仍然突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业 对此 人设部推出了强化岗位落实 强化创业创新 强化招聘服务等系列政策措施 促建毕业生尽早就业 强化岗位落实 加快落实就业补贴政策 激励中小微企业更多吸纳毕业生就业 强化创业创新 加强创业培训 为毕业生提供适合的创业项目 强化招聘服务 在公共招聘网 国家人才网 将推出毕业生招聘平台 开展直播带港等专项招聘活动 同时将加密线上线下招聘 强化培训间隙 启动百万青年技能培训行动 针对毕业生特点 创新开展技能培训 特别是新职业培训 发布会上 人社部宣布国家级就业服务平台 就业在线于当天中午12点正式上线 人社部信息中心主任詹燕丽介绍 目前网络招聘求职已成为趋势 但尚缺少一个汇聚各地 各类职界信息的总门户 因此就业在线平台应运而生 就业在线采用开店的方式 邀请各地的公共职界和市场职界机构 以旗舰店的方式 在就业在线平台 开展职业介绍服 应用了积累的人设大数据 开展信息核验 为简历增信 能够有效的降低职界成本 目前全国各地 已有30多家公共职界机构 很多是省级的招聘平台 已经在就业在线成功开店 社会职界中 裂聘网已经成功入驻 到目前为止 全网汇聚的岗位数 已经达到了9万多个 下一步 就业在线还会新增 劳务派遣对接 政府与企业HR沟通交流等等功能 成为政府企业求职者 求职招聘沟通交流的 一个良好的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